另外,Chart Room 有人留言問,這陣子的焦點是1211 他說,還在跌倒,趁得吸納,有沒有想到呢? 我一定不會建議趁得吸納 都是回到剛才的個案例 例如有時問一些防守 如果你問我現在,現在你的指示會放在哪裡?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是268 268就是7月中的底 其實破了,就很明確轉了向下 而哪天轉向下呢?哪天破呢? 這個底就是8月24日 8月24日就是之後消息都出來了 其實那天已經看到是花旗日沽 接著那些散戶用的券商那些行就在買 其實是大戶沽散戶在買的狀況 後來消息就出來,真是巴菲特減遲了 還有這個都只是一個開始,它還有19%的股份 變成還要在市場上慢慢搜尋 就應該有牌子 還有亦都給了一個不利好的信號就是 因為如果你之前轉了倉 由Face Seekers轉到Seekers 大家已經會聯想到有機會要有操作 會不會是沽貨或者配股 壓股都會的 但是巴菲特要壓股的可能性就比較 需求比較低 所以這個機會比較小 如果它出來沽是找到大的機構 或者有大型科技想入股 其實就不是那麼差的 但是它現在就不是 還要逐一點沽 現在的傾向會是 因為剛剛開始了 變成了一個不太離好的信號 之後會繼續的機會很大 其實已經完全是明確開始了一個下行 我會覺得這個反而是 因為剛才說 其實那個行指的大市 你走來走去都是那些位置 今天低開之後都在跌幅宿責 變成了去到貼5月底 19,300元 根本就很雜幅 沒有什麼明顯的上落 就是很雜幅上落 變成了反而你要去做一些 反向的淡倉 會去選一些弱的角 比壓迪是其中一隻可以去 做淡子選 因為它是由一隻 它不算是整個down trend很弱 但是它是由高位聚落的一隻 這些都是可以淡子選 但是不是現在做 因為現在很超賣 你說超賣會不會彈一些 其實昨天我也是這樣 回答觀眾和客戶 因為有些人會很喜歡 博一些很短的 我也是說 其實現在根本是剛剛開始 之後應該會陸續有來 因為已經開始下行 你說會不會彈一些 其實超賣是有機會反彈的 昨天已經是收回一隻腳上去 想雲釀反彈 其實今天還是很超賣力 RSI去到二十多 有機會彈一些 有機會夾上一些 但我不是太建議去駁這些小幅的反彈 因為你的潛在風險 比你的潛在回報是大 就是你可能搏彈回上下降位 但是你如果之後再下來要破底 那除非你破底 你馬上會處理 那就不要有時候搏不到 就繼續坐著 那就更糟糕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我就不是很建議 如果你說真的做的 可能真的超短線 甚至是即日 但是比較順應大小的 其實就是等它彈完掉頭 沒有力的時候就淡 這個位置就沒有淡了 但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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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